张欣义被袁洪宠上天,袁洪的前妻竟然是Tom,想当初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被各种不看好,认为张欣义离过婚配不上袁洪,但袁洪很欣赏张欣义,被他身上的单纯的美好给吸引了,所以就勇敢地追求了张欣义,现如今两人还有了爱情的结晶,一家三口幸福甜蜜地生活着,吃完早餐后袁洪就喝着茶,看着球赛,突然张欣义就对袁洪说自己脖子有点不舒服, 在看球赛和帮老婆按摩中徘徊,袁洪最终选择乖乖地帮老婆按摩,最后还一脸宠溺地抹了张欣义的嘴角,酸了一众人,袁洪说左边第一个头盔是他的前妻送的,网友看到这就大吃一惊,袁洪什么时候有个前妻了